我们当佛弟子就是要这样子 不是要这样子 不是要愿行不一 是要愿行要合一 愿跟你的行为必须要合一的 不是讲了不算数 那地藏菩萨祂的誓愿 很深很重 但是祂是愿行合一的大菩萨 愿行合一的大菩萨 跟所有菩萨比起来 祂的试验当然是第一的 在沙婆世界 跟沙婆世界有大因缘的菩萨很多的 像文殊菩萨 普贤菩萨 观音菩萨 弥勒菩萨 都是跟我们沙婆世界有大因缘的 大菩萨 这个文书就是代表智慧 智慧的大菩萨 普贤代表大行 大行宴的大菩萨 观音呢 是大慈悲的 大慈悲的 这个弥勒 它又不同 弥勒本身的净土 可以讲 它本身来讲 它对于世方面 可以讲是大士菩萨 士 是知识的那个士 它对于解释 解 来解这个 我们人 身体里面的意识 它是最清楚的 所以它是属于大士 得一个大菩萨 也是一个未来佛 未来啊 它据释迦牟尼佛以后 在沙婆世界度化众生 最多的一个 一个未来佛 是弥勒 它们本身呢 也是化了百千身形 在这个六道众生里面 做度化众生的工作 它们的愿望啊 尚有必尽 这几个大菩萨的愿望 都还有这个 完的时候啊 就是等于是说 它们愿望已经达成的时候 但是地藏菩萨 教化六道一切众生 所发的试验结束啊 也就是无穷尽的 如百千亿横河沙 就是无穷无尽的 这是一个很伟大的这个 很伟大的菩萨 地藏菩萨的教化 那么这个监牢地神又讲 他说 在我们啊 众生所住的地方 南面 很干净的 这个地方 南方 为什么要在南方呢 啊 地藏菩萨这个 以土石植木做其以堪寺 就是佛堪啊 做它的这个 佛堪 那么中间呢 就色化 这个雕刻的 也可以啦 雕刻也可以 用发像也可以 用金银铜铁 做地藏菩萨的形象 然后供养它 瞻理赞叹 他说这样子的 可以得到十种的利益 监牢地神讲的 第一种就是土地 风让 这个地啊 都是很肥沃的 很肥沃的 这个也是很妙的 我啊 我自己本身啊 也能看地 也能看地 那么世界各地的地啊 你不要以为啊 整片大地都是一样的 各有不同 你知道地里面啊 也有很这个贫 很贫瘠的那一种土地 也有很轰浪的土地 这地里面啊 有很多的保障的 世界最贵的东西啊 也就是在地里面 可以找出来的 像钻石矿啊 像宝石啊 我讲过了 这些也是在地里面的 还有黑金 你知道什么是黑金吗 黑金就是石油 也是在地里面 能够找出来的 在土地里面 可以找出来的 那么土地里面 所种的东西 也是很奇妙的 哪一块土地啊 它会生长哪一种果实 会长哪一种粮 也是很奇妙的 我曾经讲过 像人参啊 我们啊 中国人喜欢吃的这个人参 它一定是长在这个韩国 在古里亚 你把人参啊 的种子啊 拿到这个 台湾来种 拿到美国来种 它就变成花旗参 是美国参就是花旗参吗 它这里就没办法长成韩国的这种人生 很奇怪的 像中国很多的这个中药 在中国大陆很多的中药 种起来的东西 只适合在那个地方 你在别地方种 你就种不出来 好 我们曾经啊 做一个实验啊 把这个 东 龟啊 东龟 东龟本来是很香的 你把东龟的种子 拿到梨山来种 来培养东龟 结果这个东龟做起来 你煮了一大锅的那个东龟啊 一大锅一大锅的东龟啊 煮起来 它都不香的 但是真正的东龟 只要几条 它就很香 所以土地啊 哪一个土地啊 生产哪一个东西 都是有定数的 所以这个 天色地照 在沙漠的地方啊 它就会长椰子 这个椰子 那么在沙漠的地方啊 它就会有石油 热带的地方啊 就会长很多 丰盛的 这个水果 椰子啊 水果啊 怎么样就会很丰盛 寒带的地方 它有寒带的地方的 一种植物啊 特别的植物 特别的一种水果 这都不一样的 所以它这里啊 它讲了这个 监牢地神 它说你只要啊 供养地藏菩萨 在南方做活堪 你的土地就会变好 你住家的土地就会变好 这个是很妙的 可能啊 就是算你土地啊 不是很轰让 但是里面挖了 也会挖到这个金矿 挖到钻石矿 家宅会永安 住的人啊 这个房子 里面住的人 会没有病 很平安 先王升天 这是你的主